其實我可以跟大家明確的說 沒有跟劉潔一見面這回事 沒見到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但是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卻見到國台辦副主任陳元鋒 國民黨新聞稿指出 25號雙方進行參緒 提到柬埔寨台灣民眾受騙事件 ECFA還有兩岸航點 小三通農產品檢驗等等 中國方面回應 柬埔寨遭遇困難的台灣民眾 將提供聯繫電話積極協助 但對趙新華社的新聞稿 陳元鋒強調反對台獨挑釁 表示共軍日前的軍演行動 是正當正義的反制之舉 雙方各說各話 唯一有共識的 就是柬埔寨受困台人 可以找中國幫忙 因為台灣政府和柬埔寨沒邦交 在柬埔寨也沒設辦事處 國民黨甘願被吃豆腐 說是要解決台商困難 說是不見中國高官 結果高官也見了 困難也沒有看到解決 而這個時候竟然還倡議說 要跟中國來談 都非常的不適宜 同時也給國際錯誤的信息 蘇專昌當然要很很酸 不過當國民黨大力宣傳 兩岸加強交流時 中國完全不給好臉色 藍營縣長被問到這個敏感話題 避之唯恐不及 整體選情的部分 現在關於下章 我們先把這個農民的事情 立委傅崑 幫太太徐正衛解圍 那其他人呢 完全背離我們台灣的民心 雙方各自表達立場 我覺得民眾應該了解 就是說建高層是 表示雙方有一個管道 那這個管道 希望需要的時候 可以用得上 我想這就是面對面 當面清楚表達 我們台灣民眾 捍衛中華民國決心 全力保障台灣民眾權益 堅定的立場 就怕一不小心 流失選票 參選員講的一個比一個 更保守 夏立言訪團附中 中共沒改變對台政策 反倒變成國民黨的大內宣 近新聞 葉林蕭宇智採訪報導 對哲學,寺莫光 答案 詞用詞用詞櫻